泰式也非常明显 就是侯友宜市长 就是这句话掀起轩然大波 原本党内有共事要征召侯友宜 没想到同一天改口澄清 党内提名的第二阶段 会把郭台铭纳入考量人选 现在人还在美国的国民党智库执行长 柯志恩透露征召时间 预计会在5月20号 最晚在6月中也会确定人选 偏偏提名办法让党内上下 一团乱 那你现在没有把这一个党员为优先 说清楚讲明白 会造成很必要的麻烦跟困扰 那这个主席有必要 尽快的亲属的一个说明 到时黄建廷你到底为什么 以懂党中央的角色 你自己要选边站 还是你也被吹敌手 变成其中一只老鼠跟着往河里面跳 这才是国民党乱的关键 洪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继续脸书喊话 PO出于日本前经济产业大臣甘立民合照 强调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 似乎还没有放弃禁逐2024 不过若是国民党采用党员优先制 决定征召侯友宜 那何须整合郭台铭 甚至喊出第三阶段的筹组非绿阵营 一个出来确定侯另外一个否认 一个确定侯另外一个否认 整个总教练 大家在抓他的心思 朱立伦现在必须把标准跟制度定好 然后才能够让选手上场比赛 郭台铭愿意与国民党并肩而行 团结一心 只是总教练朱立伦 看似在找最强人选 却也可能在过程中不断消耗 民调已经逐渐下滑的侯友宜能量 欢迎新闻客观传王毅德 台北采访报道